中小新的天氣 報理知 繼續給我們時間 交給上佛叔 加信蕊 佛叔你好 是啊 阿淳你好 佛叔啊 馬仔就是拜六禮拜囉 真是好聽 能夠出去走走的咧 佛叔請說 好啊 我們今天 東北放下來 都變天了 很多事情都不一樣 我們拜六禮拜 這兩天我們的北海外 雞人跟東北角 新北城 跟宜蘭才可能 其他地方甚至天氣都不錯 我們來看宜蘭的溫度 我們現在看宜蘭的溫度 其實我們台灣這附近 在北部跟宜蘭 法連 台東 分很多以外 當然 我們如果說物資比較來一段 看你韓國紀州島這附近 他也有出現一個很漂亮的 我們說這個 votex 我們如果看比較不清楚 你在我的臉書 看比較清楚 我們如果看未來的天價變化 我們來看 以前的氣流 和貨水 我們今天一直到明星期 我們就是想到這波冬爆風的影響 所以我們分年一百 這面花海家 準風有比較大一點 這波冬爆風 星期就嚴重了 但是很快 後星期還有一波冬爆風的影響 當然 後一波冬爆風的影響 結果也是時間很短 差不多到後星期 我們後星期三 算是 我們天氣最穩定的一天 全台灣算是都出力了 但是要注意 我們後星期 這波冬爆風 它的影響 追求比較多 一帥 所以後星期 中度之後 一直到後星期 來看我們頭層100以及宜蘭發燃 漏魚的時間就短了 我們來看今天暗時跟明仔 拜南 負水的豆 目前同樣受到丹北方的影響 所以我們北海華 極南到丹北 新北市甘平和宜蘭發燃 有些極佈 提展負 拜南 明仔 宜蘭這裡有些地方 可能就比較大 我們來看 未來5天的漏魚這個情形 我們禮拜一樣受到冬飽幾方的影響 我們的冬飽和宜蘭一樣 還有一些沙漠 下禮拜一受到另外一波冬飽的影響 下禮拜 下禮拜二 所以我們看 我們的冬飽和宜蘭一樣有些沙漠 下禮拜三 算是我們天氣最穩定的 都不會漏 但是下禮拜是還有一波的 這個冬飽和宜蘭 剛才說過 水氣有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冬飽和宜蘭花蓮 它這麼漏的時間可能就比較長 所以我們今天天氣的體質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水平這邊 早上暗時比較涼涼一點 中島出一頭 溫度比較高 因為天氣比較穩定 空氣品質比較差 下禮拜跟後禮拜 是都有一波冬飽風的影響 當然我們冬飽風影響的這個期間 我們的北部和宜蘭這溫度 才有降低一點 下禮拜是這波冬飽風水氣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這個 台北市新北市多人宜蘭花蓮 看起來漏後的時間 可能比較長一點 以上是我們今天跟你說起床 現在時間交給我們的主播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